魏庸将告密之事告诉李善长 他对打击刘伯温非常喜闻乐见 随后明王被送至楚州安治 朱元璋也立刻登船讨伐陈有亮 路上朱元璋夸赞刘伯温聪明过人 一是应当听他建议布北上救援 二是感谢他准确判断出宏度没丢 但随即话锋一转说出册封之事 刘伯温大感不妙请恕誓言之罪 朱元璋告诫他以后说话当心 李善长早见识过朱元璋的招数 明知顾问地看起刘伯温的笑话 刘伯温不解大帅为何先夸后责 李善长幸灾乐祸地说出原因 天威难测吗 不都你不知厉害